在這樣的里程碑裡頭 我們社會今天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迎接 來感受這樣的一天呢 其實剛剛在欣賞范老師的沙畫的時候 我感觸蠻多的 因為我們正在處理公共電視的所有的複雜的問題 但是看到那個沙畫的時候 我不知道今天在做的感覺是什麼 你看著他用沙畫出鳥 有天空 有打籃球的少男 完全就是一個最單純的美好的世界 我想說公共電視背負著 其實蠻高的蠻重的社會責任 那個社會責任你如果不去講各種學理的話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說那種社會責任就是 要讓我們跟著高科技跟著進步走的腳步 但事實上是要重新得回 像剛剛那個沙畫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單純的美好 單純的美好 用最進步的科技 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找到單純跟美好 那我們在公視上所有做的每一步的努力 都是重新去找回單純跟美好 謝謝公視所有的同仁 還有我們的行政院跟文化部的團隊 都為了今天的高畫質做了很多的努力 也謝謝社會媒體各界對這件事情高度的關注 那單純跟美好跟高畫質 它是同一件事 謝謝